一輛賓士休旅車正要倒車入庫 駕駛疑似沒有注意車前狀況 撞到一名騎機車經過的女騎士 沒想到70多歲的賓士駕駛情急之下 還誤把油門當煞車在踩 整輛車暴衝撞上圍牆才停了下來 但女騎士已經連人帶車卡在車子底下 老翁也趕緊下車查看 附近民眾看到都嚇傻了眼 事情發生在20號下午5點 並是駕駛要回新北市土城新城路上的家 但第一次倒車入庫角度不對 要再到第二次的時候就發生意外 將50多歲的機車女騎士 硬生生卡在車底 消防隊員趕到後 馬上將女騎士送醫治療 而殘破不堪的機車 等待警方來做後續調查 送醫後它是多處骨折 包括肋骨跟骨盆的部分都有骨折 所幸送醫後女騎士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到場實施酒測 駕駛酒測值為零 只是倒車入庫回家竟差點鬧出人命 老先生以後應該會更加小心謹慎 記者葉瑋玲 陳如群新北市報導